针对有病患入院后确诊冠病 莱佛市医院表示 正和卫生部密切合作展开追踪工作 和病患有过接触的员工已经被隔离 医院也会为全体员工以及住院病患进行冠病检测 受影响的区域已经完成了彻底的消毒 卫生部昨晚的文告指出 一名72岁男子因为心脏疾病前往莱佛市医院求医 检测后确诊